大家好,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三個月就過去了 不知忙碌的生活節奏有沒有令你荒廢了你的手帳生活呢? 無論如何,新的一個月都是新的開始 寫手帳自己喜歡就好了 今個月我們主要的痕色會是這四隻 我們會用這種植物來做一個主題 而今次我們會用到水彩來做裝飾 但如果你的手帳本不適宜用水彩的話 你可以用其他的顏色,例如木顏色代替 我會預先在調色碟裡混合好一些顏色 今次我們會做一個封面葉 這個封面葉會由一個草的花環組成 然後我就會在中間用水彩寫一個英文的書法 我會詳細說一下這個畫法是怎樣做的 你可以按照圖中的形狀起稿 其實大致上就是一些圓圓的葉 再加上一些小小塊的尖尖葉 交替地去畫上 圓形的葉就填上一些綠色和藍色 而其他的葉就可以填上深綠色和淺綠色 而中間就會有一些再淺色的綠色去做一些點點 好像一些很小的花一樣 最後就在花環的樹枝的位置填上一個啡色 這個封面葉上半部就會是這個花圈和April 而下半部就會畫上一個迷你的月曆 又或者有些人會選擇去寫上一些詞 我覺得寫英文書法其實都很看當日的手感 可能因為我拍片太緊張了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寫得不太好 如果沒有信心的話都可以預先起稿 或者在另外一些紙上試寫幾次先 然後就到月間的版面了 今次月間的版面都會和以往有點不同 首先就是裝飾的部分大了很多 因為我想今次這個葉是可以有多些綠色 清新的感覺貫穿在整個手像裡面 所以我就會選擇畫大一點這個葉 其實畫法都是和剛才大同小異 只不過今次不是為一個圓形 而是畫一個樹枝的形狀 如果不是很明白就照著畫吧 然後就用你自己喜歡的方式寫上月份 然後又到木顏色登場的時候 今次我就不會再畫月曆格仔了 因為我發現其實我在月曆裡面 都不是特別多東西寫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列表的方式 空間是少了的 但我大概記錄一下有什麼做就OK了 但如果你每一天都有很多東西要記下的話 那這種方式就可能不太適合你了 而樹葉方面呢 今次我會用上個月的椅子 就是dream和exercise 如果你有很多習慣要記錄的話 那這種方式可能不太適合你 而樹葉方面呢 今次就會畫一些不同形狀的葉 我自己就覺得一個好一點的排版 就會是沒有那麼對稱 還有比較隨意一點 但是整體看起來呢 仍然是平衡的 所以呢 通常就會畫在對角 還有呢 他們的形狀都會不同的 而tracker的部分呢 今次呢 都會和之前一樣 就是畫一個好像月曆那樣的格子 當那樣東西發生的時候 就會填上那一格 那之前幾次呢 我都沒有說過 我會怎樣做周間的 那今次呢 我就會想用日庫去做一個周間的版面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日庫的話 都可以看回我之前拍過的影片 每個月呢 我都會設計一些 跟Bullet Journal一樣式系的日庫 這些日庫呢 都可以在我的IG那裡找到link去免費下載的 簡單點來說呢 它就是一些有日期的貼紙 而我每個月呢 都會用牛油紙去將它們印出來的 這樣的話呢 看起來就不需要剪得那麼精準 而且呢 也都不會見到白色啦 如果這樣去排日庫的話呢 那你就會形成一個 打橫的周間啦 那有些人呢 也都會加一些線在中間 那我呢 就喜歡不加線的 另一種排日庫的方法呢 就是將那些日庫打橫排啦 那這個呢 你就會得出一個打直的周間了 而我最後呢 就決定會用打直的周間的 因為我覺得呢 這個版面呢 看起來會比較有美感 如果你都是下載了我的日庫的話呢 那我可以建議你用中間的字來做對位啦 其實用章狐筆貼呢 會有少少不方便的 還有容易飛起 所以我會建議用雙面膠紙帶去貼的 貼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右上角那裡 畫上一個迷你的月曆啦 然後呢 通常那些人呢 就會highlight這個星期 在日庫上面的空位呢 其實都可以用來 隨意加上裝飾 或者寫一些quote的 希望你們喜歡今次 又簡單又清新的 4月手像設計啦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裝飾的話呢 我都會建議你 將你每一天的想法記下 這個呢 才是手像的真正意義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找我 記得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和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